時間是10點06分,今天我跟台長,還有Simon,Simon在這裡看個chat room 本來今晚要找個嘉賓的,但因為明天我們破天荒,跟凡民主派一齊,23個議員去見曾蔭權,說政改方案 這個來源是怎樣來的呢?就是因為我們覺得跟這個人見面,其實都是曬氣的 他當年說要玩鋪勁,在任內會徹底解決普選的問題,結果就證明是在那裡說話 對於一個常在那裡說話的人,你就不用跟他客氣了 他見來做什麼?我就沒有打算跟他見面 我剛才說鬥說,你聽錯了 我真的聽錯了 我是說鬥說 但是因為我們跟公民黨在9月21日,我跟若薇見面之後 我們將我們的五區總辭,全民公決爭取2012雙普選的說帖 就是我們那個立場,我們的底線是什麼,我沒有很清楚告訴他 我覺得,但是大家都可以把一些分歧放在一邊 然後希望這個五區總辭可以盛行 公民黨提出那個先談判,後補選,再總辭 這個三部曲,現在可以預計的就是最後那一部 23個總辭是不可能出現的 首先他自己黨內,湯家驊已經說了 如果你搞23個總辭,他就退黨 他退黨之後,不是民主派,22個都可能是總辭 但是22個之中,又有些貿易不會遲的,包括馮檢基之流 所以這個總辭是不可能的 老實說,如果23個總辭是可能的,我們已經提了 我們當初提到五區總辭,全民公決爭 以2012雙普選作為一個變相公投的議題 其實我們覺得這個是比較武實一點 而且是有助民主派的團結,然後真的跟他玩鋪勁的 所以我們這個倡議,基本上是比較可行的 他們提出先補選,先談判後補選 這個後補選的意思就是五區每人派一個出來辭職,然後補選 他們說這個不是總辭,總辭只是23個叫總辭 其實他們不明白總辭的意思 那你是整個民主派派代表來總辭 每個區都有一個就總辭,阿哥 然後要全香港登記選民一起投票 他贊成補選,但他說要先經過先談判,先談判失敗 曾蔭權不肯交個補選路線圖出來 那才去五區派人辭職,然後補選 補選之後,他們的議題就是要交路線圖 我們的議題就是2012雙普選 那我說,我都可以讓,不是說我不要2012雙普選 而是將它包含在這個真普選路線圖上 或者叫我名字是真普選,為真普選公投 但是真普選包括第一,2012雙普選 第二,要交2017和2020年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百分路線圖出來 那都可以的,再讓步,你說談判 我認為無法談判,這個人有什麼好談的 明天去跟他見面,都是各自表述 一人一個喇叭,各吹各的吊 吹喇叭的,對不對 但是我們都會離開,所以我們明天去見面 大舊就不在香港,只有我跟長毛 那我還好,我明天,他說現在就是這樣的 二十幾個人,那麼多個黨派 每個黨派只講五分鐘 公民黨講五分鐘,民主黨講五分鐘 正下來,十分鐘就給那六個獨立的議員 包括梁耀忠逢,檢基,李卓人,李國倫,張國柱 他們這六個人,何秀蘭加起來就講十分鐘 總共二十五分鐘,正下來那二十幾分鐘 就是這個行政長官做回應的情歌 當然他不只是見你繁民主派,他分三堆人去見 他不會單獨見你民主派,都是談政改的 我們這堆人就明天見,明早早 我看看是多少點 九點還是幾點半 明早是九點半鐘至十點半 在這個政府合處中座 新疫一流 好了,明天就是這個所謂先談判 其實談判不是這樣的 談判真的要,可能不是一天,可能是兩天,可能是三天 然後定了一些議題,大家會談判的嘛 現在這個所謂談判就是和大家一人一個喇叭各吹各的吊 根本都不想去,是不是 明天就看看戴不戴相機進去拍 那一個小時,看大家在說什麼 我免得跟你吵架,我又怕我忍不住扔陳 所以我就派代表,叫做梁國雄,就負責說個五分鐘 我跟長毛說今天,年輕人,阿哥 因為他喜歡的人,阿哥 我問我,阿哥 你真的,那五分鐘要擅自利用我 你幫我剷到他上天花板 是不是?你不要一直以為我 現在五分鐘讓你說我,我不說我 主席不說,我派代表,我們真是幾威 主席不說,給長毛明天去教訓這個 陳任權 那五分鐘可以說什麼呢?老實說 那種不堪,你看到 二十三個泛民主派,其中十九個直選議員 總共拿到百分之六十的選票 那種民意基礎 即是如果作為一個執政黨 就已經在執政了 是不是? 拿到全香港 即是那個百分之六十的選票 還不是執政黨 然後現在要委屈到這樣 跟這個契弟見面一個小時 是不是? 講,即是加上講了二十多分鐘的事情 那現在是談判一條毛嗎? 但是我們給公民黨 我都說 那我就陪你去做一場猴子戲 明天之後,大家就去翻桌 所以明天呢 那些記者就全部在那裡了 你明白嗎? 又想知道究竟這個結局是怎樣 那你可以預計 曾蔭權會有什麼驚喜給你呢? 有一個好像最新消息 翻丁2005年方案 這個是現在民建聯題的 然後區議會就是那些委任議席 不是取消委任議員 不能投票選區議員 不,其實選區議員的功能組 立法會議員